民国70年代几乎每一场社会运动都可以看见一位画家 带着纸笔到现场来记录民主斗士壮烈奋斗的时刻 而他就是台湾的乡土艺术家陈来兴 中央县文化局这一次除了展出陈来兴自1972年至今 各时期的精选画作 更像收藏家借展 让民众可以一睹大师这20多年来 从未公开展示的早期作品 民主殉道者郑南荣的画像 社会运动战士詹一华自焚的画面 全都透过这位乡土艺术家陈来兴的画笔记录下来 他认为艺术就是要融入生活 呈现事实 举凡街头抗争事件 春仆勤劳的乡村生活等 都是陈来兴创作的题材 其实我在油画这么多里面 我要表面处理 我都是数学 油画是最后才画上去 刚开始都乱数学 很多啊 吓都吓死 那个要经过一个月才会想起来 就是各社会运动 那老百姓都已经失去 就是只要把这个事情平息就对了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但是所平息付出的代价 这是谁来付啊 我把那种感觉真的画出来 我相信其他摄影家也一样 他每次把那个感觉拍出来 陈来兴是画家 也是教师 作家与社会文化运动者 他总是透过行动 在各个领域中 表达对社会的关怀 尤其在他的画作中 更充满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热情 陈来兴老师啊 他是一个乡土的画家 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我们这块土地 这块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啊 他有台湾范谷之称 那他要来我们张王县美术馆来展出 那我们希望所有乡亲啊 都能够去欣赏 那十一月二十三号开始 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呢 开始来展览陈来兴的画作 有将近百幅的画作 以及装置艺术展 我们还从台北邀请了林佐水 周宇 与刘秀梅等艺评人士 来做系列的讲座 彰化县政府文化局 本次于县立美术馆 展出陈来兴 自1972年至今 各时期的代表性画作 包括特别相收藏家借展 超过二十年未公开展示的早期作品 展期到十二月十一日为止 主办单位邀请大家 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踊跃前来参观 记者重新一彰化县采访报道